中国航舰辽宁号 在联合力舰2024B围台军演中 对我国东南部海空域 带来不小威胁 如今演习结束后的动向 国军依旧时刻紧盯 航舰战力不容忽视 但来自对岸的远程火箭炮 威胁也不容小觑 就在这周二 解放军在福建平潭的 牛山岛周遭进行实弹操演 距离新竹只有119公里 跟首都台北也不过165公里远 只不过同一天 国军也有实弹射击演习 就是在澎湖登场的镇江操演 每年例行的外岛火炮 射击演习之一 澎湖的镇江操演 从22日开始一直持续到25日 不过今年跟以往有些不同 除了一贯的沉间操演之外 也罕见规划了夜间射击 24日晚上10点到12点 模拟敌军实施登陆作战 包括M6栋A3战车 流炮 机枪等都会射击实弹 来验证国军官兵 以及装备的夜战能力 你的夜视系统各方面 不管是星光夜视 或者是热影像系统 能不能够辅助你的武器 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 我觉得这刚好也是一个验证 官苗系统是不是有必要的 这种调整等等 各方面的空间 来自共军的袭绕 不分黑夜白天 国军调整训练内容 不让对方有机会越雷池一步 华视新闻 张正杰 台北报导